卖辣条了啊 好吃又便宜的辣条了 卖辣条了啊 好吃又便宜的辣条了啊 不好吃不要钱了啊 不好吃不要钱了啊 我说大圣 你能不能离我远点 不要老想着跟老师我抢生意 蔡蔡老师啊 这块地皮是你家的吗 我爱隔着哪摆就隔哪摆 你管得着吗 那你卖东西就不能想点自己的词吗 老跟着我学 这是我的风格 大圣 你这辣条怎么卖的 一块钱两袋 两块钱三袋 特别便宜 蔡蔡老师 你卖的吗 两块五一袋 五块钱三袋 我这的好吃啊 行 那都给我装起来 多少钱 给二十就行 给 嘿嘿 我卖完了 你慢慢卖吧 不行 我明天要想个新办法 必须全部卖完 卖辣条了 好吃又便宜的辣条了 卖辣条书包了啊 好看又好吃 还可以装东西咯 哇 这个辣条书包看起来不错嘛 好看吧 辣条书包还好吃 多少钱 特别便宜 五十块 我这儿的辣条便宜 全部才能二十 哦不 卖十五 哦不用了 我挺喜欢这个辣条书包的 就这个吧 来 你直接挂上 走到街上 你就是最靓的仔 嘿嘿 给你钱 还能这么卖 做生意啊 要动脑 菜菜老师 你慢慢卖 我收他了 啊 哎 大圣别走啊 这辣条还能做成什么 朋友们 你们给我出出主意吧 点击下方 抖辣视频 按照一下呗 这里危险 你们快走 不要管我 菜菜不脱 我们一定要救你 我们上 嗯 啊 这里有眼镜 你们的这个小捕头 被我绑架了 现在困在姐姐中 想救他是 不可能的哈哈哈哈 怎么办怎么办啊 大圣老爷 你快想想办法 别活 这个姐姐 只有受到巨大的冲击力 才能破开 你们力量不够 快点走吧 不要管我了 有你们家的朋友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巨大的冲击力 有了 有了 有熟了 当然是有办法了 还记得刺客五六七的魔刀牵刃吗 我用屁召唤他 他就会来 到时候肯定能冲破这姐姐 那你快试试 好 哈哈哈哈哈哈 你们是救不了他的 我要走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们是救不了他的 看我的 哥 哥 哥 哇 姐姐不够了 我们回去救猜猜吧 你们这些地球人 居然冲破了我的姐姐 我还会回来的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嘻 跟我大争斗 你来弄点了 点击下方抖牙视频 观众一下呗